今天對台中84核 丟臉百度在公牛收穫的清單之下 但各位一期專屬 在今台中84核有500公斤 由於台面問要求農業室 將台中84核 哪里的公牛收穫清單 以防止到順利上 探機回來後農民的介紹 看到八歲的專屬代表 一期專屬中美修行 農七所強調 台中84核的偏見有抗到熱病 抗蟲而且三兩管 一家地同樣受高動 比其他偏見是多兩種 所以農民上的話 他會覺得栽培很容易 管理很容易 然後也不需要噴太多藥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利益 雖然台中84核偏見中三龍提高 但看點是 中水一載分級 做新的採收有新骨水的新種分別 這也連台中後修的行車 和中美的保存 所以農業室在一百空二年公過 公牛收穫清單 台中84核並沒有涼 未熟利的部分可能有15-16度 那一部分的米到時候 在放倉庫裡面放超過半年 就可能變黃栗米 那這個品質就會可能驗收不合格 經過了解今年一期就足 蓋館台湖五百公慶在場 台中84核 由於丹民文接受民眾丁情 希望台中84核讓高公牛 以派遍須尿尿尿來台介紹 由於丹民文表示 農業室今年十月底 公過公牛收穫平靜的清單 時間才半年多 對農民無緩衝起 只要求農業室演技於專案方式 將84核讓公牛收穫清單 84核讓公牛和牛收穫 所以祖母有給我們答應 他們會盡量去收盤 唯一說我一定要努力 我會照他支持的來研究 如果這方面我絕對會生錄 讓農民這些切子 不會說掛起來也沒所大好奇 不知公牛一公斤收穫介紹 平均是23核左右 通關竟才有26核 你數牛一公斤收穫大概22核 農民說差1核 一家地就差7,8千核 但是台中不十四合比 拜登在公牛收穫清單之外 數牛的收穫介紹 就隨數牛上來發給 到時農民有可能會撩大錢 三十戶要讓民用鄉 採訪莫德